大家好,我是娟魔力 在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在炒四季豆的时候 总感觉炒不熟 那么今天就把星级酒店的做法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这样炒出来的四季豆颜色翠绿 不发黄不变黑 而且还特别的鲜香入味 一上桌比海鲜鲍鱼还是欢迎 最主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得干净又卫生 吃着也放心 好了,如果你也喜欢吃四季豆的话 那就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到超市买了一点新鲜的四季豆 四季豆的做法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人油炸,有的人焯水 焯水的没营养,油炸的又不健康 那么接下来这个做法才是最正确的 首先将买回来的四季豆放入一个大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一定要没过食材 然后再加入一些小苏打和一勺食用盐 再下手法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化开 使它充分地溶解在水中 先让它在酥盐水中浸泡20分钟左右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大红椒 去掉辣椒地 用我的大拇指轻轻地往里面一压 就很轻松地取出来了 再把它对半切开一分为二 最后改刀切成辣椒丝 尽量切得细一些 如果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换成小米辣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股洗干净的生姜 把它切成薄片 再准备几个大蒜子 也把它切成片 大蒜子可以多放一点 那样蒜香味也更加的浓郁 切好之后和姜片一起装入碗中备用 这是昨天剩的一点瘦肉 把它切成片 不放肉炒素的也同样的好吃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的四季豆也浸泡好了 再把它清洗一下 像这些绿色蔬菜 难免会打一些能弄药药的 还有一些灰尘和杂质 而小苏打能够有效地去除表面的能药残留 食盐又能够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在食用之前 一定要把它清洗一下 这样吃着放心以健康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可以睁大眼睛看一下 里面清洗出了很多的灰尘和杂质 还有脏东西 先把它控水捞出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多淘洗两遍 洗去上面的小苏打 以及残留的脏东西 直到把里面的洗至清澈为止 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四季豆表面就非常的干净了 看上去特别的光滑 每一根都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了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四季豆控水捞出 先用刀切去四季豆的两头 再用手把它掰成三到四厘米的长段 在生活中 有很多朋友都是用刀直接去切 切出来的四季豆炒出来没那么好吃 因为它的切面不广泛 用手掰的切面比较多 从而就更加的入味 所以我都是用手去掰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容易犯错的问题 那就是有很多朋友 都是掰完之后再去清洗 树不知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掰完之后去清洗的话 每一小节的四季豆都会有好多好多的切面 那样的话里面的脏水 或者是还有一些农药残留之类的 就很容易渗透到四季豆的里面 所以说一定要把四季豆清洗干净之后 再去把它掰成小段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这一步大家可千万不要忽略的 你们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全部处理好之后 再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用油 再用筷子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使每一节四季豆都能够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能使四季豆保持颜色翠绿 给它多搅拌一会儿 大概给它搅拌两分钟左右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让水煮开 水开之后再放入蒸架 再把四季豆放进来 再用筷子把它整理一下平铺均匀 这样成熟度才一致 然后再给它盖上盖子 开大火给它蒸上2-3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真的是太漂亮了 没想到这样做出来的四季豆 颜色还那么的翠绿 真的是太棒了 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更没有吃过 这种做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像炒丝瓜或者是豆角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再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猪油 放猪油炒出来的蔬菜会格外的香 这是我提前熬制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切点肥肉给它煎一下 油热之后 再把蒜片姜片倒进来 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蒜香味 炒出姜辣味 炒香之后 再把切好的肉丝倒进来 给它煸炒一下 把肉丝炒香炒至变色炒干里面的水分 亲爱的家人们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肉丝炒好之后 再把蒸好的四季豆加进来 这是开大火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在这里 大家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开大火翻炒哦 要不然四季豆容易出水 炒匀之后 再给它简单地调个位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再来一勺生抽提鲜 最后再来一勺白糖 这是继续开大火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把调料炒至化开 使每一节四季豆都能够充分地吸收料汁的味道 哇 好香哦 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出锅前 我们再把切好的辣椒丝加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一下 把辣椒丝炒至断生 炒至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 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了 哇 实在是太香了 光看着颜色 就知道非常的好吃 红红绿绿的 喜欢吃四季豆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试 把它装入碗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的四季豆 不仅颜色翠绿 而且口感吃着也是鲜香入味 下酒又下饭 就连不喜欢吃蔬菜的朋友 都会爱上它 这也是四季豆最营养最简单的做法 不油炸不焯水营养也没有流失 以后买回来的四季豆 就得学会像我这样做 保证你一周吃八次都吃不腻 比海鲜鲍鱼还受欢迎 即使里面没放肉 也能吃出肉的味道 因为里面放了猪油去炒 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了 一会儿 妈妈 这个苏西岛好多吃 好吃吗 好吃 入味了没有 炒熟了 把它蒸了一下 蒸了一下之后再去炒 时间炒的快一点 以后营养也不会流失 吃光的 必须在哟 必须反哟 必须慢哟